英陀螺 印度教最古老 最强大的神 废陀传统的至高神 由于汉语语序的问题 在中国被翻译成第十天 他能控制风雨雷电 战争和天空 是废陀文化的核心 英陀螺天生神力无穷 降服了巨蛇福利多 恢复河流和大地 可以看出 其也受到了古希腊神话的影响 屠龙永世的故事 真的是遍布古今中外 世界各地 他还领导众神与阿修罗争斗 保卫天界的秩序 英陀螺的坐骑通常是白象或金车 既是勇敢的战士 又是慈悲的统治者 赐予人们雨水和丰收 它象征力量 勇气和正义 是印度教文化的重要元素 英陀螺天王作为至高神的地位 后来开始受到新兴传统的挑战 师婆和皮士奴等神奇 夺走了他的江山 英陀螺天王对那些忘恩负义 令头心神的人怀奋在心 酿成了一场狂风暴雨 向他们发出了雷霆之怒 而被维护宇宙秩序的皮士奴 平息了这场灾难 他高举了一座微微的山峰 遮挡了风暴的去路 英陀螺天王虽然生命不在 作为天空之主 却仍然享有印度教众派的敬仰和供奉 皮士奴与师婆 梵天共同构成印度神话中的 至高三相神 梵天创造万物 师婆毁灭万物 而皮士奴则保持宇宙平衡 他三部之内天下无敌 手持莲花 能量之轮 海螺和金刚柱 分别象征纯洁 心灵 创造和力量 皮士奴既有人词 道德和慈悲的品德 是人间的守护神 他的神力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在 多次化身降临 每逢危急之时 皮士奴则会变化形态 皮士奴拥有时代化身 从洪水中救出人类的鱼 磨搓 众神角如海时 作为搅拌曼陀罗山的底座的龟 距离魔 从海中拱起沉没的大地 杀死魔王金木的野猪 伐罗赫 消灭阿修罗王金席的人士 纳罗西魔 三大步跨越天地 从三界中赶走魔王巴黎 只把地狱留给他的诸如 伐罗那 三七二十一次 杀光人间侵犯婆罗门利益的 沙地利的持俘罗魔 婆罗索罗摩 诸杀死守魔王 罗伯纳蒂罗摩 消灭那家智王加利耶 提努加 波罗兰波妖怪 担任阿周纳的遇者 飞天 创立佛教 否定了婆罗门的牺牲祭祀 倡导不杀生的佛陀 释迦牟尼 在这个争斗时 结束之际 毁灭罪恶世界的白马 加尔记 所有宗教里的称呼 都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也不知道为啥 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化身 是罗魔和黑天 罗魔是罗魔也纳的英雄 为救妻子西多 与恶魔罗波纳大战 黑天是摩赫婆罗多的主角 他是阿中大的战车驾驶者 并在薄加范戈中 传上了至高的哲理 皮士奴的头顶缠绕着蛇 那是欲望的化身 而皮士奴则安然握于蛇之上 显示出他超越了欲望和诱惑 他的妻子名为吉祥天女 是富族的象征 后来又引入佛教之中 穿为皮纽天 佛教的神明之一 在尼泊尔和泰国 国王甚至被认为是 皮士奴的化身 雪山神喜马拉雅山之女 雪山神女 也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神器之一 印度教众神之冠 她是师婆的初恋 也是苏提的再生 因其父反对 其与师婆结合 而投火自焚 印度驯赴的习俗缩提 即由此得名 成为忠贞的象征 皮士奴为了劝阻悲伤的师婆 便将缩提的尸体 切碎投向世界各地 后来转身为雪山神女 与师婆再续前缘 但过程还是蛮曲折的 转世后的雪山神女 虽然依旧对师婆念念不忘 但师婆在吉罗缩山 却一心只想着修行 根本不离开雪山神女 其实 这里还有一个背景 这时的印度众神 并非悠哉地 过着舒坦的日子 因为同时还有 阿修罗一派 跟他们抢神位 提破作司长自然现象 如黎明女神乌沙斯 及气候神 雷神英陀罗 而阿修罗族 是一群司长 道德吉社会的神奇 其中利多罗 佛教名 弥勒菩萨 法罗纳及弗利多 都是很具知名度的 阿修罗神奇 毕罗喳纳 佛教名 大日如来 松巴和尼森巴 原为阿修罗王 后被佛教吸收 成为佛陀的称号 起初 两族各司其职 互不侵犯 渐渐地 两族开始产生了 控制整个宇宙的念头 而阿修罗 提婆 都是生主的后代 他们谁也不负谁 原本被称为提婆的生物 代表神灵 被称为阿修罗的生物 代表恶魔 由于冲突的产生 神灵和恶魔 就自然而然地 成了相互对立面 也就有了 光明和非暗之争 被明确的二元化 我们扯回来 这时的阿修罗族 出现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王 名为多罗家 他之所以很强 是因为他非常崇拜梵天 被梵天赋予了无敌的力量 唯一的弱点 只有师婆的后代 才能给他造成伤害 而这时 师婆正在专心制纪的修行 并没有什么后代 皮士奴与多罗家 曾大战了两万年 丝毫没有办法 于是 印度的众神 就想撮合雪山神女和师婆 也就是说 这其中的爱情 还夹杂着目的 众神见师婆无动于衷 就派爱神加魔前去帮忙 如希腊神话中的俄罗斯 派一键射中了冥想中的师婆 点燃了她对雪山神女的爱火 显然 师婆对加魔的干扰十分愤怒 用她的毁灭之眼 将爱神化为灰烬 后来爱神复活后 便变成了无形无想 虽然行动失败了 但雪山神女并没有放弃 立着艰苦修行来感动师婆 师婆知道后 就变成一个婆罗门去试探她 拼命地诋毁自己的真理 也成真身 不过 都被雪山神女看破了这些谎言 随后两人就结了婚 生下了几个孩子 其中 战神是剑驼和群主最为有名 注意 这里的群主不是指的QQ群 而是巷头神赞尼萨 因为她负责统领一群 负责侍奉师婆 喜欢倒怪的小神茄纳 因此得名 亦吉加纳之主 雪山神女 也是印度教的多面女神 她掌管生育 婚姻 美丽和爱情 常以慈爱的形象出现 与她的丈夫师婆和孩子们 相依相伴 她的节日是 庆祝丰收和幸福 形象常见于各地的寺庙 尤其是她丈夫师婆的神庙里 她和师婆骑着雄狮 周游天地 享受神圣的恩宠 也能变为南静母杜尔达 化身为勇敢的战士 用神力消灭邪恶的敌人 展现女神的威严 同时 她残忍无比 令众神打寒 还能化为死亡 居神师母大妃女 带来死亡和灾难的预兆 师母的舌头 贪婪地瞬息鲜血 人们只能用鲜血的仪式 来安抚她 而师母 还有个比较有趣的传说 原本雪山女神 象征着师婆的黑色性力 因此拥有乌黑的皮肤 和师婆结婚后 却被师婆嘲笑 仿佛一条黑蛇 雪山神女 竟然受得了这么大的打击 生气地离开了喜马拉雅山 专心修行 成功后 泛天才赐予她一身金色的肌肤 而从她身上脱落的灰色 就化为了家里女神 石母 她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就是创造了象徒神 加尼萨 加尼萨是印度教的 智慧与破障之神 她的象徒人身造型 广为人知 她原本是有一对人头的 雪山神女沐浴的时候 让加尼萨看门 却被不认识她的师婆勿斩了 为了安抚雪山神女 师婆找到了一头头 朝北的大象的头 给她换上 让她复活 从此 加尼萨就成了像头人身的神 她拥有了智慧和力量 向着忠诚和勇敢 人的善良和温柔 父母的祝福和保护 众神的尊敬和敬仰 信徒的崇拜和信爱 她拥有了一切 也拥有了自己 后来成为了印度 最受欢迎的神之一 因为加尼萨是一位 能够消除凡人成功道路上 障碍的神灵 摩赫婆罗多 和罗摩掩纳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 猴神哈罗曼 他是皮士奴的儿子 也是师婆的化身之一 有学习和风的神力 能顺风飞行 速度惊人 皮士奴化身罗摩 在寻妻途中 助猴王须杰里婆 夺得王位 于是 猴王太手下大将哈努曼 随罗摩去寻妻 哈努曼勇敢机敏 能腾云驾雾 火烧能加工 到仙草 设定猴子军队 最终帮助罗摩 打败了强帝罗波纳 就出西多 哈努曼非常贪吃 出生时 想把太阳当水波给吃了 被雷神英陀罗 用闪电打死 他的父亲风神为此停风 造成天地不明 师婆为了西式宁人 复活了哈努曼 并赐给他 更加强大的神力 从此 他变得活泼好动 四处冒险 哈努曼年轻时 爱恶作剧 惹恼了许多大圣 便被诅咒 忘记了自己的神力 在经历了一段 艰难的自我寻找后 才逐渐恢复了 自己的潜能 并变得更加 智慧和谦虚 哈努曼有着 多种神器的力量 他能肥意变大变小 能举起喜马拉雅山的飓风 他的忠诚和谦卑 在各种艺术作品中 得到体现 他的形象 常见于 供奉魔魔的寺庙里 哈努曼在寺庙里 受到猴子的拥戴 也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敬畏 他既是谦卑求知的神 又是勇猛的战神 他象征着人类的心智 躁动而多变 像猴子一样跳跃不定 也能借风飞行 速度惊人 追求快乐的本能 只有当人类审视自己 寻求自我认知的时候 心去才能平静 潜能才能发挥 像哈努曼一样 创造奇迹 哈努曼在佛教寺庙中 也受到崇敬 但他在那里的故事 与印度教传统有所不同 哈努曼是真诚奉献 和无条件投降的象征 因此 他也是印度教 最受尊崇的神之一 后来 胡适等人认为 孙悟空的原型 可能就是印度史诗 罗摩耶纳中的神侯哈努曼 他们发现 哈努曼和孙悟空 都有变化无穷 狭妖伏魔的能力 而且 哈努曼在 罗摩耶纳 中大闹无忧原的故事 与孙悟空在 西游记 中大闹天宫的情节 十分相似 推测 随着佛教 从印度传入中国 哈努曼的故事 也随之流传 并影响了孙悟空的形象 和故事的创作 此外 他们还指出 印度婆罗门教中的 哈努曼和哪吒都有多头多手的形象 这与孙悟空的七山二变 和战哪吒的场面 也有一定的关联 因此 认为孙悟空 其实是印度神侯 哈努曼的中国化版本 以上就是印度教中 几个比较重要的神奇 随着佛教的引路和推广 相较之下 知名度也比较高 影响着亚洲 多个国家的文化 最后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